大家好,所以我们这个周末来补一下 礼拜五原本要说的这个主题 这次我们要讲的是决策数 所以我们上章节提到的是用线性的这种方法 去把这些资料点分成两群 通常是使用函数去描述 有线性的,也有非线性的 包含曲线的,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其实这样概念很像我们在讲回归 之前我们讲回归的时候 你是去预测这样的这个数值是连续变量 我们讲说如果是分类 我们是要去把这个你输进来这样的一个这种特征 这样一个资料笔还有特征资料笔 能够去做分类 OK,然后分类的时候会有一个信心的程度 OK,所以这最大的差异 OK,那我们是要讲到的是使用这个决策数的方法 去把这些资料笔去做分类 OK,所以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 所以我们讲说决策数 其实是在很多机器学习模型 最关键的一个这个种类的一个演算法 很多这样的一个模型都从决策数据衍生出来 OK,那其实我讲决策数 其实最关键就是说你能够去根据特征 去把这些资料点先做分群 初步先做分群 OK,那你也讲说是会有一个特定的区域 就是你也讲说是像这个图 大家有看到就是说你一个root note root note就是说你先从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开始做筛选 筛选完之后你再往下再用另外一个特征做筛选 那筛选完之后就产出来 你就可以去根据目标结果 去把它给产出来说它是对应到哪一个Y 对应到哪一个你目标这样的类别当中 所以这个就要做决策数 那大家知道就是说它其实最主要就是说 它在这样你一个输的资料点当中 都是会去一层一层的只单一根据一个特征 然后是有这样层级性的去做分群 OK,大家可以知道概念 那我讲说其实这个刚才就提到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名词要稍微注意一下 包含了就是你决策数的这个根 数根的部分 OK,然后还有包含就是说决策数在这个往下 在进行这样的一个分群的时候 会有这个下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征去做分群 把它称为叫做internal node OK,内部的这个这一些特征 那当我们讲说这些内部的这些特征 进一步会进到这个最终的结果 那最终结果的话就是leaf node 那leaf node的话就是最尾端 所以主要是里面所有这些 没有在最初时刚开始的这些特征 在这个里面我们都把它称为叫internal node 所以通常讲说internal node可以很多个 那我们讲说leaf node是只有一个 然后leaf node也是只有一个 这要稍微注意一下 OK,这样子一个部分的结构名称 OK,那当然讲这个结构 就让这个模型可以是比较复杂的 这样一个资料的一个分群 对不对 你讲说你可以是很多internal node 然后搞非常复杂 OK,但是不要太复杂 我觉得太复杂反而会导致过拟合 对不对 太多特征 所以反而是杂讯 所以这个可能对你训练这个出来模型 能够去应对这些测试制药集的时候 可能效能就不是很好 所以这要稍微注意一下 OK,然后我也提到 一些方法去处理这方面的问题 OK,所以当然讲就是说 是很多这种二分类的一个决策方法 对不对 你看这个一个node它往下都是二分 都是二分的 稍微强调一下 OK,at its core a distance tree is a floor truck like a model OK,很像一个这个流程 流程图 大家看到流程图就知道 是一个箭头这样由上往下 对不对 去经过筛选 然后也可以去把它分成不同的群 只是我们讲流程图的话 它不一定是二分 它可能是三分或四分 或说有时候就没有分群 只是做筛选而已 对不对 所以流程图更弹性 但是我会讲说如果决策数的话 它一定会是二分的 还是要知道这个重点 OK 那这应该讲就是说是 这个leaf node leaf node这边就讲到 很重要的就是outcome 对其实我讲最后产出来这个结果 称为leaf node 其实就是outcome 就是你最后产出完你分类的结果 OK the paths from root to leaf represent classification rules 就是一个分类的规则 按照这个规则去做分类 decision trees are inherently simple and interpretable models making them easy to visualize and understand 所以当我们讲决策数 其实是非常明显的 对你可以看这个图的照说 它是根据哪些特征去做判别的 所以是非常有解释性的 OK 是很有解释性的模型 OK 当我们讲说因为这个解释性 其实对这个决策数来讲 是很大的优势 可以让这些职业者 去了解这个模型的决策 的这个过程 这非常重要 所以当我们讲说 其实这个可解释性 是很大的优势 你讲说除了讲这个 你有一个好accuracy 对 有时候预测好accuracy 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决策 但是没有办法 去在未来当中 做一个可靠模型 对 你希望一个可靠模型 是可以去知道说 他怎么做决策 对 这样子人类在看到这些 这种特征 一些重要的这些描述的时候 也可以去从中 去做实验跟研究 对 更进不了解 知道说 是这些因素 真的去对你的结果 产生影响 OK 这非常重要 好 那我们讲说这样的一个 这个决策数 其实怎么去建构 OK 建构我们就是 recursively splitting the data OK 就是反复性的 去做资料分割了 OK recursively 非常重要 recursively是 我们在上一章节 讲到线性分类 跟这个决策数 最大的差别 我们讲说 如果线性分类的时候 你只会 split the data at once 对 你只会去把这些资料点 去做一次的分类 当然一下 我们讲 NiEBase Classifier LDA QDA 对不对 我们讲在做分的时候 都是去把这个资料群 把它分成两群 OK 你讲说你是跟很多特征 把它分成两群 当然你讲说 如果是这个 base 这个classifier 也是这个network的话 network是可以分成多群 OK 但是我讲说 通常你是根据这样的一个线性分类的时候 通常是分成两类 你要分很多类的话 你必须要做一个事情 就是说 你要把它转成0跟1 对不对 当然你讲说 其实针对是LDA QDA的话 你去做分群的时候 你是可以去针对比较多类别 那我们讲 强调就是说 LDA QDA是针对常态分布 OK 我们之前强调这概念的部分 再要稍微去着重一下 如果是LR logistic regression 线上就是只能去针对二分群 好不好 那直达少要强调这概念就是说 我们在讲线性分类的时候 一定是你去做一次资料点分割而已 所以并不是recursively 但是如果是角色说话 是反复的去做资料点分割 所以这要稍微知道这个最大的差别 OK 所以你讲像是这个information gain 或是这个genie impurity information gain 就是我们在讲说一下 你在背试的这个定理的时候 对不对 不是只有一次的这个 去给他这样的经验的 去做这个几率的这个更新 也是会很多次的 所以这样逐步去增加这个资讯 所以让他去往这个底下分类 可以更加明确 对不对 information gain 或是genie impurity 这个genie这个不纯 然后我们看他这个什么意思 然后我也讲到genie index 这个会比较清楚一点 OK to create branches that best separate data into distinct classes or predictions OK 所以就逐步去透过 这样的一个很多特征 提供这些资料 然后去逐步让他可以 有更好这样的分类结果 OK 那当我们讲说 主要是强调说 你必须要让你的结果分类 是有一个泛化能力 所以 那我们都会进一步讲到 这个模型 怎么样让你可以去针对 未来这些不同性的资料 提供好这个分类效果 OK Least splitting continues until a stopping criterion is met such as a maximum tree death or a maximum number of samples per leaf 所以 你讲这样的一个 这种分割 通常是除了你一个 这个特定的条件已经达到 那这特定条件达到的话 就是说像是有一个 最大化的一个数额深度 或者说最小这样的一个 这个样本 你讲说 这个样本 per leaf 是吧 就是说你今天这个每一个这个 这个 leaf 这个叶子 这样一个区的当中 它的样本数是最小的状况 OK 所以这我们讲说 其实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条件的一个门槛 所以大家知道说什么情况之下 可以到leaf node 不要再往下再去这个进行分支了 OK 这很重要 OK 所以这个图就是我们刚才上面的图 再把它给进一步描述跟说明详细的 OK 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 好不好 来讲说 如果最底下就不会有任何方向键了 对不对 就是你最后结果的部分 OK 那大家看这个颜色 你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就是说其实leaf node 不一定要在同level 其实leaf node 可以是在不同level上 你可能上面这已经决定好 就这个答案 好不好 那可能有一个人在往下细分 好不好 所以有时候leaf node 可能他们并不是彼此在同一个水平上 这蛮重要 可以稍微知道这个特征 OK 好 来 我们看到这重点 讲说这个回归数 是拿来去预测连续的一个变量 那你讲 他们我讲回归数的话 主要就是说你会去做这样的一个 你看这个图 对不对 就是连续变量 你是在这个平面上 去做这个资料点的分取 当然就要这个重点 跟线线的分类不一样 对不对 线线分类比较单纯 线线分类就是一条线 然后就把这两个要点分成两群 但是如果假如说是这样子一个回归的一个数的时候 Regression tree的时候 我讲说它其实是很多的线在做分群的 有没有 很多的线是要做到这个重点 OK 所以它分成这样一块一块 可以分很多区块 这是我们讲在回归数一个最大的一个特征 OK 它是可以把它分很多区块 OK 那你讲在分的时候 就是因为你在这个平面上是连续的变量 所以用连续变量去分 就会是叫Regression tree OK Which typically the mean value of the target variable for samples in that leaf OK 所以你讲通常就是你这样子一个目标的一个变数 你讲说是你可以是一群分群这个样本当中的平均 OK 所以通常讲说这样每一个这个树叶 Leaf 你这个Leaf我们讲 其实就是说你产出来这样一个区块的部分 对不对 把它归在哪个类别当中 这就是一个Leaf 那我们讲这个Leaf当中 你通常讲这个描述这个数值 就可以是你这一群资料样本点的平均 稍强的是重点 OK The splitting criteria for regression trees often involves minimizing the mean square error with each node OK 所以我们讲其实它最主要的方法 就是说去用这个最小平方法 因为它这是直线嘛 对直线分割 所以你就用最好的平方法 能够去把它每一个这个节点在做分群的时候 能够最小它的最小化的误差值 OK 这非常重要 把这个mean square error去取下的一个minimum OK The primary goal is to partition the feature space into regions where the target variable is as homogeneous as possible OK 所以我们讲就是说 你这样的一个分群的目的在说 可以去让你这样每一个leaf里面底下 对不对 这些样本尽量同质性越高越好 OK 这边有什么问题 OK In contrast Classication trees are used for predicting calcological outcomes 所以我们讲分类数主要是去预测 这种类别结果 OK 类别性的对不对 是往下去做分类 所以它是类别性的 当然讲说你可能这个变数是连续型的 但是你会根据一个这个caddle值去做把它区分出来 所以它其实算类别型的这样分类 跟这样A是不一样 A在一个平面连续的这样一个变量上 去划线去做分类 这是最大的差别 OK 需要知道这个重点 这是基础概念 OK 那我会讲说在这个分类数当中 你讲这个leaf就底下这个 就大家看前面那个比较熟悉的那个图 OK 那你讲说就是你会有这些样本数 那这样你一个分割的一个目标 通常是要把这样的一个 这些不同的这个类别当中的差异性能够最大化 稍微注意一下 对不对 当然讲说我们A主要去探讨这个指标是说 你在这个区域内的同值性要越高越好 同值性要越高越好 但是如果在B的话 我们更希望是说 你能够去让你这些资料点 讲说在这个最后分群当中 这个每个类别彼此的这个差异性是越高越好 OK 稍微知道这种点 那我们一直讲到这概念 就是说通常你在去做A的时候 因为是回归嘛 回归期你在做这些LIF这样的一个分群 你这样把它分一个LIF跟LIF的时候 你是必须要根据你这些样本数 本身这样一个平均值 平均值你讲说去做这样的一个回归 你才能够去知道说要怎么去切分 OK 那B又不是 B你讲说其实最主要就是 你会去用这个点 当然讲说这个切分点 可以最好去切分出两个样本点 然后是差异越大越好 对那你都是有Label 你已经Label知道说你这个是原本那一群 复习一下ENTROPY OK 之前有提过ENTROPY好不好 ENTROPY如果假如说越高的话 就是说你的重点度越高 对不对 如果ENTROPYD的话你才是有很好的分群 比较organized OK 然后还有这个classification error rate OK 那我们之前有提过 其实这个用途比较没有那么高 因为如果error rate 比较说没有办法去描述说 你这样子一个分类的这个点 它到底心理成分是多少 对不对 可能分类错误的比例是一样 对但是你讲说它其实实际上 你讲说这样的一个错误 你讲离实际的这个正确的距离 你讲的是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其实PAS跟error rate 应该是没有特别在用 应该主要是ENTROPY 跟GINIPURITY好不好 这样稍微强调一下 好OK 所以我们现在要讲的是回归数的部分 这非常简单 对不对 你讲说这个回归数 一种方法就是你使用这个线性回归 但线回归其实最主要的其实 就是它会使用个线性的一个直线 可以把它给分的两个样本点群 那我们讲说这样的分群当方式 这边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当我们跟前面讲到 前一章节讲到线性的这个分类 在这边其实是相同概念 就是说我们在讲线性分类的时候 你就一个线而已 那我们现在讲regression tree 是你会切很多线 好不好 我们大概在切很多线 可以更好去分很多资料点群 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重点 好不好 你讲说如果是regression tree 是tree嘛 对 tree就是刷很多的这个分割 是recursively 是splitting data 是反复的线去做资料点分割 所以你不会只有这条线 好不好 那只是你讲说 通常我们这个磁线 一样会使用这个韩式 你讲说 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方程式 好不好 其实跟线性分类方程式是一样 ok 好 那我们讲说当然其实就是说 你能够让这个不同的线性的这个关联性 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这些feature space 你这个特征空间去做这个分割 ok 所以你讲说其实它是会有different linear relationships 是可以有很多个 这些这个线性的关联性的这个方程式 你讲说在你这个线上去做这些点的分割 ok 那这个图的意思啊 它应该只要描述说 你这个底下可以在分群的时候 你看 对吧 你讲说它是有一定程度这个由上而下 对吧 你讲说去做这样的一个分割 ok 这应该只是描述这样的概念 我们看看它这个怎么去说 你看 这个regression tree 可以去预测说这个血压 根据的是年龄 ok 那这个图其它sy轴没给这个标记 那whatever好不好 我们先看它这个描述一下 那当然讲说你可以去先根据年龄去区分 就是说是65岁以上65岁以下 这很有解释性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现在都普遍认为说65岁以上 就是比较高龄的族群 所以这样分割点是蛮有解释性的 ok 那我们讲说还有这个分割群 一个是younger than 65 and one for those that are 65 and older 就我们刚才前面讲 那你就是一个点 然后这个一个color值的 然后去把它分成两群 ok 那我会讲说可以根据其他特征 像是性别或是变哀 ok 然后去把你这个预测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可以更去改良跟这个进化 当然这些特征都说是要实际跟血压的关系 对不对 如果跟血压关系不大的话 那当然就是没办法去做这样分类 不关起来这边都是真的有实际关系 这都是可以解释 年龄性别 变哀 确实跟血压都是有大关系的 ok This process allows a model to capture nonlinear relationships 对不对 所以你的这个模型 就可以去抓出来一些非线性的关联性 这非常重要 你讲说 因为我们今天讲说你做分类的时候 其实你这个探讨的这个部分的话 你去切割点的时候 你切割的时候 你是可以去使用很多的特征去做切割 对不对 所以就会变非线性 那我们讲说这个非线性的这个关联性 然后还有这些交入作用 然后可以去让你这样一个模型是更具有弹性的 好不好 你讲说比单一个这个这个single 如果是sing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我们讲single就是说是univariate 就是单变量的 那这边就是很多变量 所以它就是非线性 然后是你这个模型会比较弹性一点 可以去根据比较多因素去做探讨 去做更好的分类 OK 好 那我们讲这些重点就是说 你其实可以去把这样的一个资料点 先做一个事情叫做这个资料点的分群 那分群的话 你把它变成是一个特征空间当中 其实主要想要就是说 你是会去使用 我刚才讲MS1的方式 对不对 讲说去把这样的空间 我们讲这个空间 其实你要看情况 因为我们今天讲说 其实如果是linear linear的话那当然就是two dimensional 对不对 你讲说是平面上 就是把这些资料点把它分成两群 那如果假如说你是有三维四维的话 那可能就是平面或是超平面 OK 这样概念 OK 所以 来我们讲这个重点 就是这个一直讲这个概念 这句话一直要强调 好吧 我们讲说在做回归数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要是目标 是要把你每一个 这样分群里面底下的 这个leaf 这样一个一群的范围空间当中 这些资料点的这个同值性要越高越好 好不好 主要是希望同值性越高越好 OK 那怎么去决定这些变数的这种重要性 OK As a tree groan it becomes clear which variables are most important for predicting the target variable 所以 当然讲说这个数在增长的时候 你其实知道分群 先进党来去做分群 对不对 先做分群 出为分的这两个样本群 这样的一个特征 这样的一个参照 这样的一个指标的时候 其实讲这就是最重要指标 OK 所以从最重要到不重要的部分 当然讲不重要 就是说比较次等重要 OK The importance of a variable is determined by the reduction in variance it achieves at each split 所以 这个变数 其实就可以去 这个取决说 你这样的变异可以是下降 变异可以下降 然后你可以同性越来越高 对不对 所以就是你要去把变异下降 来关键的变异把它下降 对不对 你讲说你是要去增加 你这样的一个分群 底下 一个取决资料点 同性越高越好 所以其实就是说 你要去把这变异 把它交到最低 OK Variables that appear closer to the root of the tree dually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predictions Exactly 好不好 我们讲说你是root node root node的话 一定影响最大 对不对 root node这样的特征 你是最重要的特征 那越靠近root node 这些internal nodes也都是比较重要的特征 OK 好 所以刚才就讲到这几个重点 那有个词可以稍微去强调一下 叫leaf node 我们讲说leaf node 可以把它称作叫做terminal node 也可以把它称作中端的这个节 所以可以讲说叫做terminal node 这个词可以稍微强调一下 OK 来 那我们就往下说吧 所以我们讲这样一个分割 你看这很特别 这是一个paper发出来 讲说其实你分割的方式 你看这些线你要怎么分 你这个线都直线了 对不对 其实有一些分法 你看 对不对 你这个分法 那我们讲说这个初的这个直线 已经就是说是你的root node 是最基本 最刚才出分这样的一个 最关键的一个线的部分 那第一个方法是binary decision tree 大家有注意一下 就是说 binary意思就是说 你看这些线 那这些直线本身会互相交叉吗 不会 他顶多这个线过去到这边就没有 不会穿过去 叫binary 所以你发现就是说 他要嘛就两个这个分群 对不对 要嘛就这边分 这样分 所以这样子分 大家注意一下 看这样子分 或是这个样子分 所以这是binary 这叫binary的decision tree oblick讲究倾斜 就发现说他并不是水平或是垂直 你看这可能会有点这个倾斜角度 所以叫oblick ok ok 那这个oblick asane 好不好 也是binary 对不对 也是binary ok 只是他是 你讲oblick and binary 对不对 你讲说这样的概念 有一种叫做这个forary forary的话就变成说是 你会这个线可以怎么样 你讲说是彼此交错 是可以交错过去的 好不好 这就是叫做forary的decision tree ok 所以 当然讲第一个 这种叫做space partitioning 对不对 你在一个特征空间上 去做这样的一个 空间上面一个这种分割 对不对 一直做partition partition 对不对 一直把它分割 ok 那这个分割 就是说你是要选择一个 这个分割的线 讲说他是有最小的 这个最小平方 对不对 这很重要 最小平方平均 这个最小平方错误 对不对 讲说这个非常重要 ok min square error要是最小的 ok 这是第一个 这个分 这个探讨一个部分 我们讲就是说 你要把这个线去切割的时候 它其实探讨这个方面 就是说你是有这个 这个square error min square error 是有最低的 好不好 这要稍微强调一下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 你去分完 就要去做这个评估 ok 就是说哪个 这个分割点是最好 ok 那我们讲这个线 通常讲就是说 反复会去 这个把这些点 讲说去做这样的一个 资料点的分割 那 its split is evaluated based on its ability to reduce the variance within the resulting nodes ok 所以第一个主要讲说是 去做这个空间的分割 那你分割完空间的时候 我们就要跟这个空间讲 去做哪个点 去做分割的时候 会有更好这样的一个资料点的 这样一个同质性是越高的 好不好 所以你讲第一个重点 你讲说去做空间这样分割的时候 我们去根据的是 你要把min square error 去做minimization 那如果假如说第二点的话 你要去这些特定的点 去做切割的时候 我们更重要去着重在的是 你讲这些本身资料群当中 你去分析 就是说 它这个一群面的空间 是不是有最低的变异度 也就是说他们同质性是最高的 ok 知道这个重点 所以第三个重点 就是说 你去做完这样的一个分割 然后跟这些资料点 这个split point 这个分割点的确定之后 我们要去把这个数据去做修减 那这个修减 就是说为了避免过泥河 ok 好不好 所以这非常重要 那你讲说 我们看一下这个修减的方式 你可以看我这一些特定的这种指标 其实包含像是 你要把MS1把它最小化 或者说你要去把这个数的复杂度 好不好 去做这样的一个下降 所以控制这两个部分 要么就是说 你是限制你数的复杂度 要么就是说 你是想要把MS1把它给最小化 ok 所以一个叫recursive binary splitting ok 这个你讲说回复性的 这样的一个二分的方法 是top down 那top down 可以把它说到greedy approach ok 是一个比较这个 你讲说贪婪的方法 greedy approach ok where the best split is chosen at each step without considering for split 所以 就是说你在分的时候top down 你没有考虑后面的分割 这样的一个这个方向 就是说 你是在那个点的位置 你在分割那个位置 你讲说是最佳的这个分割位置 那你就直接把它分下去 这个叫greedy approach 这样 this method ensures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splits are made early in the process 所以 当然讲说你如果top down 你没有去探讨未来 要去用哪些特征去分的时候 你就是说会根据当下 然后去做最好这样的一个特征点分群 分到最佳 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分类 所以你会是把这个最重要的特征 把它摆在最前面 ok 这样是recursive binary splitting 这是我们最常见 刚才有特别提到的这样一个分类的方法 对不对 root node到internal node 对不对 其实这样分群就是 你讲说先把重要摆在最前面 那你先不管后面特质要放哪一些 ok 那我们讲说你要怎么去降低这样一个过你和 ok 那讲说就是你的数太复杂了 对不对 可能会去抓住一些特征是 你讲并不是真的有讯号这样的特征 那些特征你讲说里面的杂讯偏多 那要避免这问题 所以我们讲说基本上 你就必须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数的修剪 去把一些不重要的特征把它移除掉 ok to make a list pronin helps to create a simple model that journalizes better to new data ok 所以你这样子的一个这种模型 可能讲说你把它做修剪之后 它虽然对你的训练制药集的这个精确度是下降 但是它可以去提高你的这个测试制药集的一个预测效能 对不对 是非常重要 ok 好 那我们讲一下 这边有纳入一个这样的这个 我们讲tuning parameter 是非负值的一个tuning parameter 那不只要纳入这样的alpha值 我看一下 ok can be incorporated into control the trade-off between the tree's complexity and it's fit to the data 所以我们讲说这些最终的就是说不要过你 对不对 所以你可能就可以去加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参数 好不好 那加这个参数就是这样的tuning parameter叫alpha 那你讲ssr是the sum of square residuals ok 比较这个t的这个绝对值 is the number of terminal nodes 这个稍微强调一下 所以这就是讲说你最终这个节点 有多少个 多少个这个末端节的这个数目 数目的越多 大概就是说你的这个模型越复杂 对不对 所以这个t主要是计算说你的leaf node 你的terminal node有多少个 然后是取绝对值 ok 那我不知道怎样取绝对值 这个数目一定是正等数 ok 还有一个这个描述概念 这可能不是去讲取绝对值 就是代表一个代号而已 ok 代表说你这个末端节点多少数目的代号 那alpha is a tuned parameter 那这个alpha值很重要 这个alpha值我看一下 所以这alpha值的话 就是你可以去调整大小 对不对 去看你的这个惩罚的一个程度要多少 对不对 我把adjusted alpha the model can balance the complexity of the tree with its predictive performance 好不好 ok 所以我们看一下 你讲说这些alpha都是1万 那你这个ssr是500 一个是5000 一个是5万 你这个ssr这个tree score tree score如果假如说越小的话 就是说它是越复杂 有没有看出来 这些可以看出来重点 对不对 因为讲说如果越小的话 你这个就是导致上这样的一个底下 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ssr 看这个算法 这个ssr是some of square residuals ok 所以我们讲说其实这个描述的意思这样子 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ok 可以描述一下 sorry 之前我稍微跟着人家 ssr本身 是你的这个数 如果假如说要分支 你讲说如果是越小的话 对不对 你讲说当然基本上越大 对不对 因为它就是不复杂 对不对 所以触率越高 对不对 那模型没有复杂的时候 你要做分类做好 不太可能 对不对 所以你分类 你讲说这个tree data 它的ssr一定是你分群分越多 它的ssr越小 好不好 但是来了 这两个就互为相反 你看ssr是你模型越复杂会越小 ok 那这个alpha这个t是因为你这个t本身是跟你模型复杂度越高有关 如果分支越多的话 你t越多的话 这个数字本身越大 所以这就作为一个惩罚项 ok 如果假如说你原本单独只套ssr的时候 对不对 就是说你的模型越复杂 tree score越小 ok 你要把tree score最小化了 对不对 那你这个时候多一个惩罚项 所以如果假如说你变成模型太复杂的时候 你其实这个分类最佳 这个最多末端这些数字的这个支点会越多 所以后面这个数字也更能变大 即便前面变小 这个会更能变大 好不好 所以作为一个平衡 ok 好 那我们看这个就是说 刚才讲到就是说你这个回归数 跟你这个线性回归 好不好 大家要讲到这个两个最大的差异 好不好 那如果你讲说线性回归 你讲说这个linear regression 主要是tree score是线性的 这个关联性 那你讲说tree score针对的是 你这个线性的这种关联性 你讲说是有独立跟非 这个 这个独立跟这个因变变数 那 那当我们讲说其实这个描述的简单在说 你是会是有非常明确的这些变数的选择 然后这种交互做一些这个关联性 interaction turn 还是regression一直会提到 interaction turn ok 这要稍微强调一下 ok 这我们其实在讲到这个回归分析的时候 心情回归都有提到 对不对 你讲一些变数可以有关联性 你讲说是不是 描述的部分也是非常清楚的 其实interview的题是高的 因为你很多这些参数 其实都是在你模型可以列出来的 好不好 你都是有这些regression coefficient 这些这个β0β1 那些这些参数 这些waiting 好不好 都是有在里面的 ok 那如果是regression trees 你讲说比较是更复杂的资料级 非线性的关联性 好不好 所以这一讲linear regression 线性的吧 regression比较非线性 那如果假如说是非线性 其实你讲说它这种也是这种回归数 其实数也是本身有这样的一个很直觉性的视觉化分类 所以是解释性高的 好不好 两个解释性其实都是高的 ok 那我们讲说 其实你在做这样的一个回归数的时候 重要是讲说它其实刚开始就已经把这些特征做到性做排序 因为你第一个分类的这个特征最重要的特征 所以其他棋就已经有这个内部的去做这些特征的sension 然后把最重要去做这个最前面的这个节点 作为这个节点的部分去做制要点的分割 ok 好 所以进一步我们讲说就是说这种一些交互作用部分 对 你讲说如果是linear regression 你这些这个本身变数之间的交互作用 然后去抓出来的交互作用 所以你这样interaction turn 那如果是regression tricks的话 其实这种非线性的这种关联性 其实可以更好描述这些变数的交互作用 好不好 可以知道这个重点 ok 那后面这种我们就大家看一下 好不好 好复杂程度来讲的话这个不用说 我一定是regression trick 比较复杂一点 那variable redundancy 这个regression trick 你讲说是会着重在你的这个 制要点分割的部分 你讲说可以让你的模型解释性是高的 好不好 是有比较好这样一个模型的这个结构 比较简单一点 那主要我们讲说解释性 这蛮重要的 你主要讲说的模型 如果太复杂 overfitting 不是只有overfitting而已 主要是报道他的这个模型的解释性会更弱 对不对 ok 好 那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说 你其实没有这样一个额外筛选的流程 如果是linear regression linear regression 你不会额外筛选流程知道说 你的这个变数该如何去把它drop out 对不对 一些变数可能是你不要把它包含在内 但是regression trick 我们刚才有讲过 你可以讲一些pruning的方法 对不对 一些修剪的方式 ok 你讲说去让你的模型的解释性越高 那高的方式我们刚才讲到 你讲说那个 这个non-magnetic的一个twin parameter 这非常重要 ok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你这样一个这个复杂资料点的一个效能的比较来讲的话 linear regression不会这么好的效能 我通常讲说分支啊 这种方法效能是比较高的 好不好 这要稍微强调一下 ok 好 那你讲说这边强调就是说这个优势的部分 其实线性回过一个最大的优势在说 其实可以了解说 你这些相关性 你这些变数本身这样的一个系数 这样的一个权重比是多少 那如果是regression trick的话 比较是非线性的这种效应 所以pruntout这些变数 我们怎么去结合去影响这个结果 其实它是本身tout这样的一个变数的交通程度 是会比你的这个线性回过要更高了 ok 这样才有强调这个重点 ok 所以其实综合来说 我们讲其实你讲regression trick 它更着重就是说 你这些变数彼此的交通作用 还有包含你讲这变数的重要性的排序 ok 然后你可以把这些变数 你讲在之后你的模型去做修剪 所以可以把一些不重要的变数把它移除掉 但是你的regression 讲它更着重是说 你这些特征本身列出来各自的权重 然后讲说你可以去放个interaction turn 但是并不会像是你在你的回归数当中 可以更好描述这些特征彼此的交通作用 关联 因为没有上下阶层的关系 ok 那我会讲说一再三强要再说 我们讲你要去把模型能够去简化 有这样的能力的话 一定要是强调就是在regression tree的部分 你也regression比较不能做模型的简化 ok 这是最大的差异 所以我们也讲到这种regression tree 其实我们后面讲到regression tree 都是这样的优势就是说 它的效能都会是蛮高的 ok 因为讲说不会一次放很多变数去做这个预测 不是同时吗 对不对 它是分接程序的 所以它其实是更有效率的 讲说在你的运算资源上 如果你分类效果又准确的话 如果电脑通常同样硬体的一个这种条件之下 你跑这样的一个基于决策数的模型 讲是效能更好 ok 所以我们现在讲说分类数 分类数的话 你讲说跟回归数最大差别在哪里 你也讲说稍微强调一下 我们讲说回归数的话 我们刚才说你是根据连续的变量 去做这样的分割 所以我们是min square error 一直含着这重点 但如果classic跟tree就不是 稍微注意一下 classic跟tree是根据的是categorical 是discrete classes 是跟这一些 你讲说这种预测这个因子 你讲说是有这种类别型的 类别型的 你才会去做这样一个分割 ok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重点 你讲说这样一个分割当中 你讲说可以去 有进一步的这个支点跟这种树叶 其实它这个分的部分 你看yes or no 有没有 这个叫classiccation tree ok 它并不是根据一个分割点 不是一个split point 如果split point 那是regression tree 来做的事情 那split point 你都会去determine 对不对 最重要的根据就在说 你这些资料点 彼此内部的这个变异程度 要叫最低 ok 所以它是要知道这个重点 那我们讲说这个分类数 其实有很多应用 通常讲说是要观察 你讲说这些不同的 已经界定好的 这样的一个类别 像是你在诊断当中 会先把这个病人 根据有没有一些特定发展 这样的几率 这个疾病的几率 先做这样的分类 那你讲说 或是说你要去做这样的一个 邮件的一个这个过滤 好不好 ok 可能有没有这些关键特征的 这些关键的这些 这个字在里面之类的 你讲说去把这个特征点 放在前面yes跟no 这样往下去提高你的这个分类 一个信心程度 ok 这个几率的部分 或是说你在这个客户的 一个这种分割当中 能够去分类 拿一些这个客户 你讲说可能会购买一些 特定的产品 ok 好了 那我看这个数的部分 其实在我们刚才前面讲到 其实这个结构 完全跟regression tree是一样 只是一直讲到就是说 它这个分群的方式 是根据类别变数去做分类 不是说是一个连续变数 然后去切一个这个点去做分类 这个是在这个分类数 跟回归数的最大的差异 好不好 ok 那我们这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其实都是maximize the separation 对不对 所以我之前讲这种 在这边重点就是说 你讲结构都一样 只用参照指标是不一样 我们讲说我们在regression tree 我们去参照的 你讲说是要去把这样子一个 我们讲这个最小平方法 对不对 就是说min squared error把它最小化 ok 但是我们讲说 在这样的一个分类数当中 我们去探讨了 是说你这个类别彼此的变异度 要越高越好 你要maximize 你要maximize the separation 所以是要把这两个class的这个变异度提高 越高越好 好不好 这是最大的重点 好不好 我们讲说我们在讲这个回归数 一直在讲最小化 你的这个最小平方 对最小化 你在你的这个制造点 样本群底下的这样的一个变异程度 去让同质性越高越好 但是我们讲说在分类数里面 我们更着重的说 你这个是化不同群 化这类别 这两类彼此的变异度越高越好 好不好 所以看讨这指标是不一样 ok 所以你讲说就是 你会一直不断反复一样去做分类 那就会去让你的这个数额深度来高 那到什么程度会去结束呢 就是说你会去达到最高的数额深度 或者说最小的这样的一个样本群 你就是说你这个数额 这个样本数目已经分到不能再小 那也可以作为一个这个指标去做停止 ok 就是看你hyperproportor 你这个超参数怎么设定 ok 就可以去决定说 你的这个数要长到什么程度要停下来 ok 再一次 我们讲说一个方法是说 你的这个数的深度要多少的水平 level要小于多少以下 好不好 不要超过level 这是一个方法 那另外一方法是说 你这样子一个分群最底下这个样本数 不应该小于什么特定的数值 对 一旦是小于的话 那就那个数的那个支点就停止增长 好不好 这是另外一种方法 ok e split in each tree is chosen to increase the purity of the nodes 所以每次在做分类的时候 就是说你要把你这个点的这个纯度越高越好 我们讲纯度就是说 你在一个这个样本群这样的点当中 就是说它的同性越来越高 这就是纯度的部分 ok 就是你讲说single class 就是应该predomantly 就是希望这种理 就是说 你变成说你分的时候 你最后这样的这个class里面 应该说你一个这个分的这个数里面 你讲说一个这样的node里面 底下这class的这个种类数 应该是要同性越高越好 越纯 对不对 ok 你讲说没有其他杂质 就是同一个物质在里面 同个种类在里面 对不对 也是非常纯的 ok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is thus am I reducing the impurity of the nose as much as possible 对啊 好不好 所以你讲说 把这些点的这样的一个 不纯 把它给最小化 其实就是说你要把一个节点面的 统治性要把它提到最高越好 对不对 这刚才应该是没问题 我说你要把里面的变异程度 加到最低越好 ok the children's splits are based on evaluation metrics that qualify how well the feature divides the classes ok 所以这个是最大的重点 我们讲说我们在做分类的时候 你分的最后结果是一个类别 所以cassification travel是个类别 所以我们要看我就是说 也是这个类别里面的总数 它是越小越好 四大分的总数 主动在一个总数而已 你的node如果只有一个总数 那就是最大的成功 对不对 比较一下 我们前面讲说回归数的时候 你如果在分类的时候 你分成什么 你分出来是只有一个连续的数值 对不对 所以你产出连续数值 你根据你的这个回归预测变样 是个连续数值 ok 那因为是连续数值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讲一个node 你底下 我们要去最小的话 是你的variance 对不对 只有连续数值才可以用这个变异数 对不对 如果是类别型的不行 对不对 所以我这类别型 我就要稍微用打一些指标 好不好 去让你这样的一个node底下 这个投资性越高越好 ok 所以第一个我们讲 就是说是这个classification error rate 那其实我们这讲过 通常这个是 less sensitive to changes in node purity ok 你这种节点面的这种纯度来讲的话 到底高还是不高 其实你讲说 跟你实际预测结果 这个差距多少 这是area比较没有办法去描述 所以我们其他这个指标 应该会更着重 好不好 我们在这个上礼拜 应该还是上上礼拜 应该上礼拜 我们讲上礼拜就有讲到 这个损失按数的部分 好不好 就一再强调这个重点 我们讲就是说 我们在讲area的时候 通常其实到最后 我不会用的主要是 你要怎么去automize 很难去automize 对不对 你没有特定的方向 你知道对跟错而已 ok 所以 讲另外一个叫 genie index 那genie index是更复杂 能够去描述 你这样节点的不纯程度 ok 那我们看这个 这个公式 大家强调一下就好 你这个c是tall class 那这个pi是proportual sample is belong to class i ok 有多少比例的这个样本 讲说是在这个列别当中 所以你看这是解释越高 你前面只是对跟错 但是你没有这些错 不会知道说它是哪个类别 这个类别跟你实际的类别差去多少 所以你并不知道说你的类别本身 你讲说这样的一个种类 讲说是哪个细节 你知道对跟错 所以 error比较不好用就是原因 我们讲说通常 genie index 或是cross entropy 你可以套的是说 很多类别彼此 你讲这个比例占多少 这样概念 ok 那如果假如说一个节点 是非常纯的时候 就是说 它通常是这个节点里面 底下这个样本 资料点的这个分群 类别种类 就是只有一种class 那是最纯的 对不对 ok 所以你讲说这个genie index 就是zero ok 就是说你这个算计之后 这个会是1 那这个简单是1减 这个1就变0 所以 也就是说你的genie index 你讲说如果是纯度越高的话 就说它数值应该越小 好不好 如果假如说你这个genie index 越靠近1的话 但我就是说你纯度是越低的 杂讯越高 好不好 所以我们再讲说 其实genie index 又可以把它说叫genie impurity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我们讲说 其实genie index 它主要描述说 是你的不纯程度的多少 所以如果假如说你数值越高的话 那我说你不纯的程度越高 那如果是0的话 就是说你这样子一个 这个分类这样的节点当中 它的纯度是最高的 好不好 这个要稍微强调一下 OK 所以你讲说这个genie index 它比起out rate 对 有更好sensitivity 好不好 所以这描述来讲 应该是最常用 更常用的一个评估的方法 去评估你这样的节点分类 是不是有最好这样的区分 OK 那另外是class entropy OK 那class entropy 也可以把它说叫information gate 或是我们讲entropy measure OK 这个我们讲这个重点 所以这个交叉这样的一个分类当中 交叉的这个商 这个乱度 交叉商 OK 通常讲 你可以把它说叫做information gate 或是entropy measure OK 所以这个公式 好不好 这我们之前有提过class entropy 所以我们再看它就好了 那我讲说entropy 其实它比较描述说 你这个纯度多少 对不对 所以乱度越高 还是不纯程度越高 所以跟genie impurity一样 就是说你越低的数值 代表是纯度越高 好不好 我一定要是越低数值越好 OK 好 那我们就往下说 所以 通常讲就是说 你是可以套的就是说 你这样的一个纯度 这个多少 这个方向改变多少 对 provide a fine-grave measure of impurity OK Thought it can be more computationally intensive than the genie index OK 所以 你讲说我们在讲entropy的时候 它其实去描述这样的一个不纯程度 其实它这样的一个解析度 你讲说这个可以去做更好的描述 你讲说比genie index 它的这个解析度是越高的 所以 就是说如果你只要一点点不纯 它都可以去改变了 它是非常有这样的一个高解析度的 OK 所以 当我们讲说entropy 相较这个impurity来讲的话 gene impurity它的这个预测的计算的一个能力 你讲说会是比较快的 比较简单 所以它效能不会化那么多 entropy它计算的一个 这个所花费效率比较高 但是 通常可以针对那种比较微小一点点不纯 都可以有很大数值的改变 所以它的解析度是比较高的 OK 所以今天大概举例一下 大家知道怎么去算 out rate怎么去算 对不对 所以这总共100个样本 对不对 那error proportion is misclassified samples 所以 只是misclassified就包含在哪里 对不对 三个样本群吗 对不对 如果假如说你只要 如果假如正确答案是2的话 你只要1跟3都错误 对不对 你不知道是分在哪个类别 反正错误就是1跟3 你不知道是错误是1 错误是13 你都不知道对不对 所以 这error的一个特征 OK 所以maximized proportion 大家看 你讲说去把这些比例 比例最大的话 0.5是最大 对不对 这三个里面比例最高是3个 class3的0.5 OK 那error就是0.5 这么高 OK 这可以稍微强调一下 这个就是 我会讲说这个error算法 error算法 其实描就是说 你以这个最主要样本数最多 这个类别的这个居多为最主要 作为标准答案 OK 那当然讲就是说 你其他这个其他都是比较比例没那么高的 就把它作为错误答案 好不好 所以他这个 error 0.5 这个就比较不好去算 less sensitive 对不对 没有那么敏感 对不对 对这些不同类别没有敏感性 那我们看如果是均力index的话 你算的时候 你会是把这个各自的类别 先把它取平方 比例把它取平方 取平方之后把它相加 相加之后来1减掉这个 0.62 这个是均力index的算法 也比较简单 那如果是cross entropy 稍微复杂一点 对不对 你讲说你是这个p1log1 所以你这个各自先算出来 算出来之后怎么样 你讲把它sigma 然后再取负值 OK 所以1.0295 OK 这就是cross entropy的计算方式 今天实际举例 大家应该比较清楚一点 OK 所以要稍微描述一下 OK 所以这算法大家就知道 就是说你都是一样 这个数值应该是要越小越好 好不好 OK 都是损失暗数描述的方法 OK No impurity considerations 所以我们这样讲就是说 你这个纯度要怎么去探讨 OK 所以这个纯度越高当时越好 OK 然后你分类的效果 你讲说是越有这样的一个准确度 OK 那这个pure nodes OK we are more simple belong to a single class lead to more accurate and reliable classifications OK 这没有问题 对不对 你讲说如果有一个node 你就知道说 就一定这个那边 对不对 不是其他类别 对不对 如果你讲一个node的类别比例 并不是这么的同值性高的话 对不对 你关在这个node底下 你又不知道是哪个class 对不对 这样就代表不太有好的这样的accuracy OK The choice of evaluation metric directly influences the choice ability to achieve high purity OK 所以你要能够去让你这样子的一个 苹果指标 可以去 也很好去了解 你这样的一个数有 怎么样的一个纯度 对不对 这个纯度你讲是多少 对不对 就我们刚才前面的那几个指标 OK 确保这样的重点 OK During the tree construction Please let maximize the reduction in impurity OK 刚才讲到这重点 对不对 然后达到这样的一个termal nodes 是有最高纯度是越好 OK 当你讲越高纯度越好 不代表是说 你应该分的非常复杂 对不对 因为overfitting 对不对 acuracy 跟overfitting不行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讲说也是比较考虑的部分 所以你讲怎么要去避免overfitting 有些pruning的一些technics 来 我们看一下pruning techniques 好不好 这应该是没问题 我刚才讲pruning techniques 应该也要描述的概念 就是SSR 对不对 复习一下 加一个alpha词 pruning的方式 OK 这个要稍微强调一下 对吧 pruning techniques 这非常重要 刚才我们也特别提到 好不好 修剪还是很重要 你不修剪的话 你讲说 对吧 你讲可能太过你了 对吧 或是你前面有设一些条件去做限制 对吧 数的深度要到多少 或者说你这个一个node底下 这些样本数要到多少 不能再小于那个样本数 对不对 要不然小于它就是没办法再做往下 这个splitting 对不对 这样一个方法也是OK的 OK 好 所以我们先要稍微强调一下 就是说这样决策出的优势跟一些劣势在哪里 好不好 我们讲说决策上就是说要有个直觉性 很了解 很容易了解这个解读的部分 好不好 所以要去人类做决策部分 也更好可以去进行这样的一个了解 去了解去跟遵照 这是人类可以跟它去遵照 然后去跟模型跑出来一样结果 对不对 这是好不要解释性的部分 然后第二个主要是有这个视觉上的代表 对不对 所以你有这样的一个分支 对不对 这个root node,internal node 对不对 你讲说terminal node 对不对 所以这些节点可以用数的这种流程图描述出来 所以这种视觉化描述也是很优势的部分 人比较好去看 比较了解它模型的结构 那第三个重点再来说 是handling of multi-category features without dummy variables OK 这第三个重点 你想说可以去遵照很多类别的特征 去处理 不用这个dummy variable 我们知道你叫dummy variable dummy variable就是说你是0或1的一个特定的变量 对不对 那如果它是0就是说你这个项目就不会加任何数值 如果是1就会加上特定固定的数值 OK 那当然讲dummy variable 我们讲这概念一直在描就是说是你在线性回归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变数 对 那如果是design tree不会搞这种东西 design tree其实就是说是类别的形成这个往下去分 并不需要去建构这样的一个dummy variable OK 稍微强调一下 dummy variable中文怎么翻 OK 可以稍微查一下 这dummy variable dummy通常讲就是说 你讲这种只有0跟1这样的变数 它变数你讲这个数值有0跟1 OK 你讲说就是说你前面这个钱处理会比较简单 因为我们讲说要处理dummy variable的话 就是说你要继续设计 对不对 dummy variable要设计 你讲这个多少 对不对 你讲这个要设计哪个这个变数 当然有个参照control 对不对 control部分那边就是以0做比较 所以对不对 像你讲是有没有大学学历 对不对 有没有高中学历之类 对不对 你讲说你可能是没有高学历跟有高的学历 对不对 那你要这个参照的对照主 你讲作为基准点 你才会去说downline variable 所以downline variable其实都是你要去 自己之前事前要先设计 OK 那如果假如说design tree 你不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在这方面其实也是按优势 OK 那列式在于说performance OK 我们讲说performance 当然讲比较的话 其实跟regression比起来效能好一点 OK 但之前讲说要其实比较来讲 是后面要讲更进阶一些方法 像是这种集成方法 SVN Neural Networks OK Performance其实算低的 OK 后面讲SVN 然后这个跟unstable methods 应该讲就像random forest HG boost 这一些机车方法 OK 那神经网络 神经网络应该其实也是蛮好效能的 OK 只是说应该是来讲你决策这个特征点的时候 并不会像是你这样的一个决策数来讲 会更比较复杂一点 因为决策数应该是go through all the features 然后去套哪一个分割点是最好的 对不对 那神经网络不是这样玩的 所以这就不太一样 OK 但是把这些特征你讲是放在一个向量当中 对 去同时平行处理 OK 所以这个是有个最大的差异在这里 所以 当然讲应该是探讨说你特征寻求部分了 你模型训练的时候 它的效能不会这么高 但是如果假如说你是训练好模型 去做这样一个分类的时候 其实决策数的效能是好 OK 比起这些神经网络来讲 这样做一次分类 那里面结构是复杂的 所以 我觉得performance应该是看说 你是training model的performance 还是说是看你testing model的performance 好不好 OK 那我们讲robustness 那就是说稳健程度 robustness不会高 健康上不会高 你其实这些知道点只要稍微改变的话 它其实就会非常容易改变模型结构 所以 其实并没有很好稳定度跟可靠度 这是学生数的最大的差 最大的一个劣势 然后我们就提到说 所以到底叫什么方法 可以让你的这个模型 可以不会因为你训练制药点 然后改变一点 就训练出来这个结构完全不一样 这个是robustness能做一个重点 OK 所以我们讲什么叫乳棒性 什么叫就稳健度 我们讲这个描述就是说 你用这个制药训练集当中 它改变的程度 我们讲说可能改变一点点 那讲在改变程度是固定的情况之下 你模型产出来这样结构 有没有很大的改变 如果讲改变不大 再要说稳健度高 如果讲改变量很多的话 那稳健度就是差 但如果决策数件上 其实容易改变 它其实对于你这个训练制药 其实要稍微一点的改变 这些内容资讯源不一样 训练出来模型结构就不一样 所以它乳棒性是低的 这很重要 所以我们才会讲其实后面还是要有几个方法 是我们会在进一步探讨 之后希望大家先有基本概念 在章节主要一直想要就是说 有回归数跟分类数 这两个概念 因为这两个是 因为后面我们要讲这些模型 你都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的这个类别 基础的这样的一个架构 你讲去衍生出来 所以这还是要知道 OK 那我们讲 handling additive structures 就是说一些这种加成性 加全性的一些结构 你能够去处理 像是这种 split based on one feature at a time leaning to suboptimal performance when relationships are additive OK 所以你可能像是做那样的一个 这种一些加成性的结果 additive effects 你讲累加性的结果就是说 况讲说你可能两个这个变算的彼此 这个重要性是相等的 那你讲说并不是去 有这样的一个层级 这种你讲说来比较重要的置分 所以我讲说其实在有绝对数的时候 通常是只根据一个特征去做分割 对不对 所以比较没法看好说 可能两个变数加成性的结果 对不对 这是一个最大的重点 OK 所以你讲说这种一些关联性 如果是累加性的 对不对 这种累加性的 你讲说它是同个层级 然后两个是加成起来结果 这个是在决数来讲 办法去处理的部分 OK 它不要是一次一个节点 就是一个特征去做分割 好不好 这是它一个限制的部分 OK 所以我们这次就讲到这里 那来 我觉得大家已经辛苦了 那我觉得其实在这次内容 我们讲说在 我们讲到这样的决定数的时候 一再三强就是什么 我们讲说这样一个模型必须要很好的一个稳健度 然后还要很好什么 你讲说主要是它的拟合程度不要过拟合 对不对 你讲说要很好解释性 OK 我们讲说其他就是说你在结果数的时候 你一样可以弄很好 一定可以 如果讲说你不设任何的这样的一些指数 你讲说你是当然的这个分割可以分得很复杂 它一定可以达到100% 只是说没意义 对 因为如果讲说你到了这个tasking data 这个效能瞬间下降 那就没什么意义 对不对 它变成说只可以signal 跟noise去做prediction 对不对 那就是不太好的事情 所以一定要去做修剪 好吧 迪士顿需要最大的优势在刷可以后面做修剪 OK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特征 是我们刚才前面之前在讲这种回归的部分 我比较没有讲到这部分 后面怎么样去把这些变数 能够去做这样的一个drop out 然后这根据一个指数 跟一个这个指标 对不对 这样的non-meggity的tune parameter 这是discertary的特有部分 好不好 稍微强调一下 所以这种多类别的分类方法 你讲说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重点 其实这样的一个目标 其实在最后我们要提到的这个 RF Random Forest跟HGBoost 都是一样概念 都是这样的一个这种分类方法 只是我们后面讲到这部分 它就有很多的决策数 讲说并不是说这种垂直的 这样的一个水平下来 我们讲说这最大的差别 因为我们今天讲迪士顿去就一个数 但是我们今天希望说 它可能长数是很多个 再把这些数把它集成成一个 是一个集成学习的方法 那后面就要讲到这个重点 对不对 Decision Tree 你讲说这个Modal Pole Decision Tree Renum Forest HGBoost OK 是我们后面进一步要提到的重点 OK 所以这边整个总结部分 好不好 大家就稍微看一下 好不好 这要限制的部分 所以因为有这些限制 我们就必须要去仰赖于后面 这几个演算方法 好不好 让你的这个决策数 最后产出来决策数的这个架构 你讲说是有更好的一个效能 对不对 不只效能好 对不对 你这个解释性高 然后你讲还有个重点在说 它对于新的资料起用好 方化能力 好不好 这个概念 OK 所以我们下个上一见 Say Goodbye